第四季 不好意思,這是我們拘捕的 是生鴻 死婆娘,你命是誰?我知道是誰 衝 你說來查案,到底你有什麼居心? 你還在這裡待多久?走 什麼都聽不到 一定是有關要器,大家靜一靜 千萬別叫我被人擔心 保護我,小朋友 你來吧 我來吧 我沒話說了,走吧 不要 走 走 來吧 志堅曾經討好過 他切這個局就是想要媽媽說真話 究竟你志堅說的話 有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之後繼續查下去 總之我目前的情況 我們最多只可以批准衛敬性繼續補食 你剛才真厲害 作為你律師 我當然是為了我當事人的利益 但你剛才提到的事, 其實有點薄 有嗎? 你說的那則新聞, 我也有聽過 但是爸爸後來澄清了是他自己搞錯 根本與財務公司無關或陳德安事 報紙都買了 問Delvin自己不知道, 與人無由嗎? 那打官司當然是說對自己有利的事 你真是越來越有你師父方世紅的風範 總之你遲些付錢的時候 會覺得物有所值 好的 居Sir, 我想我今天也會獲利回套 太好了… 對了, 警方那邊有找你麻煩嗎 沒事吧 其實我之前已經跟Mark聯絡過 他吩咐了他手下跟著劇本跟警察說 現在所有的矛頭都指著為警星 連Mark也沒事, 何況是我們 放心吧, 你的案件只是小事 即使真的不幸運, 要上法庭的話 我兩、三堂都會把他結束了 我不擔心, 有方大狀在這裡 我還要擔心什麼? 方大狀你徒弟是文靖, 他很厲害 ICAC也搞不定他 文靖真的很有潛質 何先生, 你放心 他只是會做一份來事 這次我們打贏了一次 我想ICAC不會就這麼說 一定有後續 我最不明白就是不知道韋Sir說了什麼 努力查案不是不好, 值得表揚 但是不要阻礙我們 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 我們的這個計劃 在關係上祝福我們香港市民 我們警星搞這麼多事 都是想實存在感 他唯一不知道的就是會玩科子分 總之我不管 你知道我的性格了, 我不喜歡冒險 我要他是百分之一百, 安全 放心, 一堵刺賊, 弄不到什麼花樣 不過最近留意到 高紹江對我們只有一些保留 好像不想交給我們派對 他生病了, 生病了多久? 已經過了幾月了 又不出來運動, 又不打球 你的手腳當然硬了 其實很多人都想拍何先生這個碼頭 何先生也不答應 拍著我們賺多點錢 然後做事事就行了 用不著這麼執著 我最近查到高紹江偷偷變賣香港的資產 把資金調過澳洲去買地皮和雙下 怎麼了?二汶嗎? 聽說飯籍袋鼠吧 既然他不舒服 不過現在我們做朋友要關心別人 那天二三招, 左右拉弓四瀉雕 四瀉雕 身體好像好很多了 還可以了 年紀大, 無論如何都要翻額 買了一瓶泰子汁給你 真棒 是好東西, 今晚一起喝吧 好 你的五十堅點怎麼樣? 之前還差一點點, 現在好很多了 我之前看新聞 說何俊興組隊打慈善歌爾夫球賽 名單上有你 但結果你沒去 我還以為你不舒服 你不是不想我跟他那麼多嗎? 你終於也想通了 說真的, 我和何俊興這些人 大家的理論根本都不一樣 他想我進立法會 無非是想我幫他舉手 好, 其他事, 我絕對不想幫他 你的意思是 他還想你幫他做其他事嗎? 不是 爸爸, 我是你兒子 你有什麼不怕說我? 上次你覺得對 何俊興這個人不是善男順女 我想跟他是君子之交算了 你別瞞我了, 只要你說出來 我一定會想辦法幫你 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太簡單 何俊興本身也很厲害 但是他的背後還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我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我才叫你防他 之前我被他逼過, 去開過幾次會 會場裡面除了我這樣的有錢人之外 有一堆都是一些嚴任的高官 還有退休的法官 何俊興最近騙了這麼多人 我也猜到他接下來一定有大動作 我也很想知道他們這樣會搞什麼 爸爸只是一個普通的生意人 我只是想做好自己的生意 什麼政治、什麼鬥爭 我還是不管最好 人在江湖, 不是你說不理就不管 像你一樣, 爸爸你也說不理事 不是吧, 何俊興不是一樣找上門 不要緊的 何俊興怎麼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我想只要不得罪他 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 爸爸, 總之有什麼你一定要跟我說 只要找到他們的罪證 我們就會跟進, 將他們承之於法 我想我還是不要搞不定了 我為求自保 好, 最好還是不要跟他們正面衝突 伯父 你等等 是呀, 怎麼樣? 伯父 伯父 你好 你不是去了英國嗎? 是, 不過我爸爸走了 我回來幫他清理遺物 我不是說過, 你最好不要找我 我記得, 但我這次真的不找你不行 我怕真的有問題 你去外國讀書應該不用太多錢吧 是, 不過你也知道我爸爸是做記者的 他以前也不知道是否得罪了什麼人 他現在雖然他離開了 但我也覺得好像有些不知道什麼人 跟著我似的 那你想我怎樣幫你 想我打算跟我男朋友移民過荷蘭 那當然是你的錢瀚身 除了你之外 我也想不到有誰可以幫我 沒問題 你拿去外國讀書也好, 做事也好 好, 自己好好照顧自己 謝謝你, 伯父 大家辛苦了, 先喝杯咖啡 謝謝, Sir 謝謝 大家平時這麼卑鄉 我也要慰勞一下你們 對了, 案件查成怎樣 我們很小心地看過B12這個檔案 雖然表面上好像沒什麼 但也有一個共通點 原來有四間海外註冊的公司 分別是B&J、Queen Paragroup Pandora & Co, 還有Peacock Group 都經常轉數給宏達財務的Mark Chong 而這四間公司的持牌人 都是一個叫歐迪神的人 歐迪神? 即是何鎮亨的私人助理, Jason 我們覺得可能和鎮亨集團有關 那又怎麼樣? 因為他們和雲達財務有錢眼往來 而Jason雖然在鎮亨集團 做得很高職位 但是以他現在的財力 未必做到現在這個位 所以不排除是有人授權給他這樣做 授權給他做什麼? 授權給他, 怕空殺人? 還是處理一些對他們不理人? 不是, 只是覺得奧可疑 不過暫時還沒有實質證據 裘證, 裘證是有道理的 無憑無據亂說話 幸好這裡全部都是自己人 如果傳出去怎麼辦? 何俊亨, 香港的頂級富豪 後面一大堆律師 如果我們有什麼差遲, 別怪你們 就讓整個警隊都會被他們投訴 到時候誰背得起呢? 背得起的, 走出來 背得起, 沒問題吧? 以後做事前, 用下腦子 這件事不要再提了 華先生 謝謝 謝謝 怎麼了?還在生氣嗎 那倒是吧?我也不明白 明明有新資料 為何謝Sir不讓我們繼續跟下去 謝Sir的顧慮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他在休息, 只是在幫你 但如果何俊亨 跟你們現在調查的案件有關的話 你一大落大鼓 就差點打錯經誠吧 你也說得對 少仁勇? 這個不是劉俊的家嗎? 為什麼你會有鎖匙? 這間屋是我租給他的 我找到的東西, 你們看看合不合用 隨便坐吧 好, 謝謝 這間屋我打算放租了 不過你看看, 全部都是阿俊的東西 有一天, 我打算盛行所有東西 讓他的女兒回來找 我發現了這箱文件 你們看看合不合用 B&J? 這幾個是不是之前來找到那幾家公司? 劉俊也在查 劉俊? 當著何俊亨 我最初以為是因為他知道何俊亨 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法 捧高邵剛, 入立法會 又或者是因為何俊亨處處當著他 但看來現在有多個理由 但堂堂香港的有錢人 為什麼有封殺過記者? 現在看來 很可能他知道何俊亨的一些事 阿俊曾經跟我說過 趕絕他的人就是何俊亨 你應該錯步估計 其實有沒有什麼你忘記告訴我們 他之前只是針對何俊亨而已 不過後來他慢慢也有調查高少江 知道有什麼原因嗎? 因為阿俊的老婆 是高少江的私家看護 他懷疑他老婆外面有外語 那個就是高少江 其實這個傳聞我也聽過很多人說過 不過始終都是他們兩口子的事 我們外人就無謂多口了 喂, Sir, 這裡有個帳戶 什麼帳戶? 難道是他的雲端戶口? 他曾經說過如果他出了什麼意外 去他的雲端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他有沒有提過他的雲端密碼? 那他真的沒說過 他女兒會回來拿他爸爸的遺物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 回來了 那麻煩你聯絡他, 看他知道什麼 好, 沒問題 謝謝 劉小姐 怎麼會來? 本來是小先生跟我一起來的 但是因為他臨時有事 所以來不了, 但要緊要… 其實我有點事想問你而已 是關於你爸爸的雲端戶口 你會不會知道密碼? 原來你是為了這件事 你爸爸的事, 我們也很難過 但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想快點找到線索戶口破案 你們警察沒用 看著我爸爸這樣也可以被人害死他 我不想再見到你們, 走 劉小姐, 你爸爸的事我們也不想 他遇害很可能是跟雲端有關的 我爸爸的雲端戶口我知道 但是密碼呢?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是警察嘛 這麼聰明你們就自己去查 劉小姐 你們是誰? 有什麼? 劉小姐 高潮哥 老高, 精神啊, 肩膀沒事嗎? 你發的照片給我什麼意思? 你找人跟我嗎? 你說身體不舒服嗎? 我找人看看你 看來你們女孩子不錯, 什麼關係? 她是我小女兒 她是誰? 我知道 你還在人家十八歲生日之前 送了一份禮物給人 影響了人一生 她是無辜的 你… 其他人的事我沒關心 我只關心你而已 你知道嗎? 剛才那些車人才告訴我 她失蹤了 你們對她做了什麼? 你別問我對她做過什麼 你應該問自己對人家做過什麼 你在社會上有名譽有地位 你說這些東西 被人家穿出去讓人家知道 你真是身帶命裂 人家那時候還沒夠情 那些父母知道, 一紅眼淚 你別胡說 我不胡說… 把照片傳出去, 讓公眾去判斷一下 這個主意不錯 母女來了,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也想問問你, 高先生 你為什麼突然把香港的資產賣出去 想移民? 走吧, 還是想避免我? 我做什麼, 我有我自由的嘛 那倒是, 但你別忘了 我們坐同一條船而已 船上那麼多動作, 動作動作動作 你怎麼說的? 這個海風浪很大, 有沙雨也說不定 又有腳抽筋也說不定 做什麼有舒舒服服, 不選擇要去冒險 還有, 救人要講自身的能力 你又不實堅, 你不是忘了嗎? 怕你還沒救人, 淹死自己就不值得了 我知道你想怎樣 但也不要連累無辜 你怎麼搞的?你再這樣搞, 我們… 我們不可以再合作了 好啊, 我最怕逼人 我想極不明白 究竟會是什麼人想抓走劉俊的女兒呢 難道那群人跟我們一樣 想從劉俊的女兒找雲端的密碼?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群人就厲害了 還有, 我收到那張支票 是高少江付錢給劉俊的女兒 為什麼高少江要付這麼大筆錢 給劉俊的女兒呢? 不用猜了, 高少江到了 你好, 高先生 高少江, 先生, 我有什麼事? 我們來是… 因為有個叫劉曉彤的小姐被捉了 我們在現場發現你給她的支票 之前你的同事已經問過我的事 我也回答他們了 我們可不可以再跟你談談嗎? 沒說就必要了, 要說的我都說了 我們發現把支票的銀碼是五十萬 高先生, 你跟劉小姐很熟悉 前幾年, 她媽媽是我的私人看戶 很幫忙的 我知道她的女兒說要去俄國讀書 我就借些錢給她們 她只是你私人看戶的女兒 為什麼你會借這麼多錢給她呢? 怎麼說呢? 曾幾何時我有兩次心臟病 她媽媽也救了我 救命恩人的女兒幫幫她很正常 救命恩人的女兒 高先生, 什麼事? 沒有, 警官和警官有事要問我 你有什麼想問呢? 我們正在查案 至於查什麼, 沒必要跟你說 對, 不過這個時候你應該是放假的 有罪案發生 我們做警察的沒理由不理 事發的時候, 生姐是在場 害她上司, 就過來幫忙 以後如果沒什麼特別的事 麻煩不要再需要高先生 開車 但如果何偉廉會在這裡呢 我想我知道為甚麼 為甚麼 可以不說嗎 合理解釋 我答應了她 阿珊姐, 你是警察 我們正在查案 不是, 雖然他們的關係 可能會影響我們這宗案件 那你還不說 賀Sir, 其實是高少光的兒子 好幸好你及時趕到 否則我也不知道怎樣打他們離開 為何他們會來找你 我以前有一個看護女兒失蹤了 她的女兒失蹤, 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之前見過她 那也不代表什麼 還有, 剛才我聽到你說 說什麼五十萬是是什麼 就是那天你聽完電話 然後神神秘秘地 就是把錢給了那個女兒 爸爸, 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的女兒的名字叫劉曉彤 是你大媽以前在看護的女兒 那天, 你大媽走過之後 我有一次在街上遇上那個看護 接著那個看護就過來照顧我 後來我還跟這個看護走在一起 那段時間 我跟她的女兒劉曉彤關係很好 也很好聊 有時候我喝大了, 她送我回家 但是…我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那件事之後, 我真的很後悔 後來她去了英國 我也盡量少和她聯絡 不發生也發生了, 別想太多了 我現在沒什麼害怕, 我只怕連累她 那個何俊恆 她知道我和曉彤的關係 用她來要脅我 你肯定? 剛才我去了那個何俊恆的家 她還不讓我離開 按照你這麼說, 劉曉彤被她抓了 爸爸, 我們報警 事情交給警方處理 是, 但是… 我知道你擔心什麼 但是他抓了劉曉彤 奧飛是想要脅你, 你甘心嗎? 我當然不甘心 何俊恆的勢力有多大, 你很清楚 你不反抗或暫時可以保住劉曉彤 但是長此下去不是辦法 難道你想永遠被人控制住嗎? 你覺得文律師提出的理據 可不可以接受呢? 事實上, 據所說的事不是無道理的 再加上你自見死前那段錄音 那我們手上的證據 就會突然變得弱了 那你決定下不下責任嗎? 我怕自己感情用事不夠中立 萬一下錯決定 一來會影響專業 二來會浪費一群手足的心血 我也知道這件事 因為有警星牽涉在內 對你們來說是有點難度的 你試試客觀點、抽離點 可能會有一個更清晰的角度 慢慢來吧 這件事是不簡單的 但我相信你可以的 為什麼你要批准韋景昇辭消控罪? 你知道的 如果我們要繼續留住韋景昇 我們需要更多實際的證據 我覺得這是藉口 你放他就因為他是你的朋友 不是 之前你讓我繼續查這件案 我還以為你公正 誰知道到最後你放冤了手腳 我絕對懷疑你偏私 這件文律師的證據很有力 我怕如果我們要繼續檢控的話 就算將來上到法庭 我們也會被人坐散 我不認同你說的 我覺得與證據無關 你想說什麼? 因為他是你的朋友 這件案子由第一次開始應該被我查 我覺得你一點也不公正 無論你怎麼說 這件案子怎麼處理 我已經決定了 你扶不扶也好 我也是你上司 我知道, 你是我上司 所以我要聽你說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不尊重我 既然如此, 你調我走 努力 行了, 不用說 這件事我想了很久 如果你覺得難做的話 我自己申請調職 你多喝一杯 來, 多喝一杯 不行, 熱氣不行 怎麼差勁?沒甚麼用 來, 快點, 多喝一杯 來 喝吧 不行, 先去酒間 去吧 去… 怎麼搞的?你們一個人… 你坐下來 來,喝個杯 喝杯 SY,你是否真的要調去舉報中心 我去到那邊,一個人管理那個部門 也不用看臉色 但這樣實在太浪費了 有甚麼浪費嗎 我預約你這個老闆也沒有運行 還有,你是朋友,幫我盯緊他 盯緊他?賀Sir有甚麼問題? 他當然有問題 這個人私心那麼重 這次就包庇為敬聲 之前就不讓我查過他爸爸 他爸爸? 誰是他爸爸? 我們有查過他爸爸嗎? 總之說你也不明白 不方便說太多給你聽 如果這次我讀到他這些資料 我只停職了,簡直有他錯 乾杯 來… 你吃這裡嗎 對,這裡的東西挺好吃的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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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有點不一樣 你的髮髮髮尾短了幾厘米 你平時穿褲,今天穿裙 還穿高跟鞋子 還有個妝容 我說不出有甚麼不同 不過有點跟平時有點分別 原來你有留意我的 如果你是我的調查隊長 我一定會留意得更加細心 幹嘛?當我是飯嗎? 吃飯吃嗎? 好的… 我簡單一點 你很細心,你呢? 你嗎? 好,多成熟 五成 謝謝 謝謝 要喝點東西嗎? 這裡的房間不錯,試試 好的 兩份五成的西冷 還有兩杯房間紅 就這樣吧 好的 謝謝你 靖 很久沒見了 Jesse?這麼巧? 對,很久沒見了 你還在房間工作嗎 對 這麼久沒見,下次要你吃飯吧 好,讓你測試我 你的男朋友很英俊 我可以嗎 不妨礙你們,兩個 剛才你說甚麼 沒有 好像聽到甚麼男朋友 你不解釋嗎 有嗎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有些話說不完 你知道,律師最厲害是甚麼 最厲害是不要把話說得那麼糟糕 有所保留一點 不然遲點跟我說謊就糟糕 那只說話就沒意思 行動實際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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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你的 我先去洗澡家 等等,新包扶你去吧 臉都紅了 不用了,還可以嗎 就是了 不用,我沒事 你好 你好 雯正 師傅 你好 這麼巧 對了,我跟葦師哥來吃飯 明白… 現在你的私人時間 不用向我交代 你呢?約了人嗎 我跟何先生在手剛剛聊完 不妨礙你們 再見 再見 不妨礙你 怎麼樣?真的不受訪你了 好,謝謝 好,忍住一下 有這麼巧碰到你師傅嗎 我們這行人經常去這間餐廳 早就去別處 你剛才放手就是怕他不會 不是 那只是我私人事 就算有男朋友也沒問題 是 不過他已經不是我當時 心目中的師傅 我不想自己弄得那麼複雜 即是怎樣 有一天我發現他暗中找你的資料 我懷疑他可能會對付你 對付我? 你還知道他有多少 我不是知道很多 除了這樣之外 我師傅留我在身邊 可能是想利用我 所以我現在開始不再相信他 我還是想過會浪費 不要 你如果突然辭職 我一定會懷疑你知道他的事 遲些…找個好藉口再提出 那有什麼好藉口? 隨便吧,結婚也好,生兒子也好 他相信就行了 結婚生兒子? 男朋友還沒有,怎麼叫人相信 說笑而已 話說回來,你沒條件欠在你口吻而已 走 真是要試探一下這杯極品 印尼的貓屎咖啡 故意替你提早歸履 謝謝,Sir 有些事想跟你談談 甚麼事 關於宏達財務 跟歐職神明下四間公司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這宗案件早就跟你說過 要結束 我真的很想繼續查下去 我跟你說過 這案件牽涉很多上層政界的人物 不適宜由你們繼續查下去 Sir 這件事的確跟我們手上的命案有關 而這四間公司 就是找出真相的重要線索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你可不可以在我的角度想想 我除了破案之外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想 Sir,我的職責就是破案 已經來到這一步 現在就放棄的話 我們幾個月的心血全部白費了 加上自堅 我不想自堅死得不蒙不白 好,我讓你去查 謝謝Sir 不過,你查了些什麼 要第一時間回來報告給我 好嗎 是,Sir 我… 救命啊 你安靜一點就沒事了 你想怎麼樣?我沒錢的 我們不是想要錢 我們想問你的事而已 你爸爸的雲端問了什麼? 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人家說不知道,你這麼粗魯 幹什麼?沒用的 是嗎? 是呀,我真的不知道 既然你說真的不知道 那我真的相信你的 你相信我 那就是說 你對我來說,我都利用價值了 那你放我走 不要 不要 兩位,Sir 通醫重案組,韋Sir 是,Sir 韋Sir 發生什麼事? 今天早上收到神魂客報案 說外面發現了一條浮屍 我已經證實了他的身分 他就是你們在查失蹤案的事主 劉曉彤 知道他怎麼死嗎? 法證初步證實 他中槍失血過多致死 相信是兇徒犯了案之後 把他扔下海 今天早上才衝發上來 警方今天在早上接報 在中區的海邊發現一具浮屍 死者為25歲 名為劉曉彤的本地女子 初步列為謀殺案件處理 喂? 喂? 喂,高先生 哪位? 阿武,我知道你剛剛看完新聞 那又有些事想提提你 你說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你不見了那支金筆 你想怎麼樣? 給你一個提示吧 那支金筆現在是中環碼頭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放心,那些警察還沒找到 喂… 喂,Sir,你看看 我查到歐職神旗下有四家公司 曾經入數給弘達財務 他們的關係一定不簡單 最近的入數日期是今個月十號 那是Cindy死的那天 那就是說 何俊亨是透過歐職神去賣兇 弘達財務就是殺手中介 透過中達成叫殺手做事 那這張目就是賣兇的證據 還有,陳等我聲稱紫堅哥 是用弘達稅務的文件去勒索他們 但是後來我發現紫堅哥偷的 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借貸記錄 紫堅用文件勒索他們的目的 是想錄音的 那就是弘達背後一定有些東西 所以才會中指見計 有茶 收到 老頭, 聊著什麼? 沒有, 之前不是有宗酒吧傷人案嗎 我叫阿珊姐去跟隨嗎 是嗎?我也可以幫忙 不用了, 小市長 你繼續跟隨柳影同一宗案件 好, 我不跟你說 我要這份文件給大Sir Sir, 為什麼不跟博士說 我覺得他有點古怪 顧曉光 劉曉彤? 兩位,今天有甚麼想問 是關於劉曉彤與如可見案 劉曉彤這麼年輕就死了 真可惜 我也很希望你們倆盡快查出真相 我們會的了 我想問問, 高先生 我想問其實你跟劉曉彤有什麼關係 她是我小女兒 我們收到一組照片 如果她真的是你小女兒 好 prod 會, 明天沒理由那樣做 小女兒或親親親親親ère trailers之小一起選的社交禮貌 我不覺得這組照片有任何問題 inyl day 怎麼這麼挫抖 高先生, 如果你不想回答 你可以不用管他們 我是來查案, 有必要問清楚 韋Sir, 你上裡面的車 車身彎得這樣, 後面的柱子又拉得那麼長 很明顯是被人披露了 你用這樣的照片來查案 到底是什麼歸心? 我來是要問清楚 高先生和劉曉彤的關係 這是我的職責 你用一張P過圖的照片來查案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的行為 已經可以構成誹謗? 再者, 你說來查案 那有沒有搜查來的? 你來查案是沒問題的 不過這裡是私人地方 高先生, 我不會歡迎你 麻煩請你們離開 我不會就這樣算的, 我會繼續查下去 但是據我所知 你上司已經不批准你再查下去了 你什麼時候見成這樣? 你之前是冷靜意, 我和包秘自見 你不一樣 你怎麼做我愛事的事? 你說什麼?我有什麼問題? 對, 高少江是你爸爸, 所以你抱他 是, 高少江是我爸爸 但也不代表我會包庇他 也不代表他會有問題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找到真相 Dolphin, 其實… 謝謝 奇怪了, 為什麼那些警察 會知道我和彤彤的關係呢? 一定是引通接他們 會不會以為他們? 我收到訊息, 說偉警聲他們會來 所以我立刻趕回你 訊息? 你怎麼知道那張照片是假的? 今天早上一時, 我收到一個訊息 告訴我那張照片是假的 果然真的他們通知警方 你的意思是他們特地通知警方 你要脅你繼續入局 一定是這樣的 我本來不想賣他們一堆 但是他們的勢力這麼大 對我所有的事都鳥而子掌 我沒什麼怕 我只怕你和我會發生什麼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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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怎麼樣? 沒有, 何先生, 託我問問你 是不是還想退休呢? 何先生那裡我會通知他 我會跟他說的 你不用管那麼多了 那最好, 何先生也很想見你 知道了 好, 真是 把你押忽 加油 請 好, 太好了… 風大眾, 何先生 高先生 不好意思 高先生 不睹了 是, 不好意思 公司有些事情遲了 對, 韓先生, 上次你叫我做的那件事 走, 絕不放手 一時艱難處理, 沉淪絕地 援演張挑選新句, 期待成極為幸福的一對 誰允許 講起相容和談情, 從未忘鑽住與純粹 援演上由這幅起, 曾你驚喜 是我不改, 常忍悔 沒說出多, 願可跟你 扮或苦, 情或暗, 迎我一生 啊 啊 誰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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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允許